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就是2024年美国华人状况调查的结果 根据调查显示 许多华裔美国人面对着心理健康的挑战 特别是年轻人和女性 这让我们不得不关注这个社区的心理健康问题 在504名华裔成年人中 有一半的人表示对投票感到绝望 43%的人经历过抑郁 39%的人感到毫无价值 这些数字真是让人心痛啊 接着我们还会讨论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何影响到华裔的生活 随着政治和媒体对中国的言论日益负面 这不仅影响了华裔的心理状态 也让他们在社交场合感受到压力 四分之三的受访者 对于总统候选人提到中国时使用的语言表示担忧 这无疑加深了他们对于未来的焦虑感 最后我们会聚焦在华裔社区的未来 听听一些专家的看法 华裔美国人倡导团体的临时主席表示 了解这个社区的心理健康 歧视经历和政治观点 是制定更包容政策的关键 这不仅丰富了政治对话 也对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至关重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事业说2024年美国华人状态 调查还发现由于经常受到歧视 很大一部分社区 特别是青年和妇女 即使与心理健康作斗争 近年来由于北京对台湾和南海的侵略 以及华盛顿将中国与高科技芯片和医药供应链 前段的运动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截至2022年 美国有2420万亚裔美国人 但华裔美国人占该群体中最大的份额 占24% 约580万人 5分之4的调查受访者表示 他们担心总统候选人 在提到中国和美中关系时 使用了语言和修辞 高达61%的人表示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和双边关系时 使用了语言对陌生人 对待他们的方式产生了负面移民 大约4分之1的人表示 他们与熟人和同事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 华裔美国人倡导团体 一般人委员会 临时主席蔡英文说 了解美国华人的心理健康 歧视和政治观点 对于制定包容和支持的政策至关重要 这些见解不仅丰富了政治对话 还促进了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受访者被问到了49个问题 主题广泛 包括他们的歧视经历 政治参与和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2024年美国华人状况调查而发 由于经常受到歧视 很大一部分市区 特别是青年和妇女 继续与心理健康作斗争 工队5040华裔成年人进行了调查 50%的受访者表示 在投票前一个月感到指望 43%的人经历了抑郁症 39%的人感到毫无价值 结果表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政治和媒体言论 对熟人和同事对待华裔美国人的方式 产生了负面影响 近年来由于北京对台湾和拉海的侵略 以及华盛顿将中国与高科技芯片和医药供应链切断的运动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制间的关系恶化了 截至2002年 美国有2420万亚裔美国人 但华裔美国人占该群体中最大的份额 这24% 也580万人 5分之4的调查受盲者表示 他们担心总统候选人 在提到中国和美中关系时使用的语言和修辞 高达61%的人表示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和双边关系时使用的语言 最过程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 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表示 他们与熟人和同事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 华裔美国人倡导团体代言委员会临时主说 了解美国华人的心理健康 歧视和政治观念 对于制定包容和知情的政策至关重要 这些见解不仅丰富了政治对话 还促进了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收房者被问到了49个问题 主题广泛 包括他们的歧视经历 政治参与和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XW说 分配机制的调整是个大问题 杨娃娃 说 我这样的你要隔离 你就隔离广大民众了 都找不到人手建设新世界了 喜极而泣 现在的贪腐案 贪上益的还少啊 一个剧委会主任都能贪一个益 一点不新鲜 你老人家都在搞制造啊 社会新闻一点不了解 不是 不是很多层次吗 没有看到被指指点点 哪有什么歧视 还是只有温哥华 没有歧视土舌头 XW说 让科制化解民主与专制中存在的人性击毙 甜点说 你这几句话太真实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未来大比例的高水平女性会出现 八卦以下 我妹如果能继续读下去 记得初一二被迫打工 帮家庭供我继续读书 这是我一直内疚的原因 她比我聪明大气 可能遗传父亲多些 我遗传母亲多些 在地板上翻滚大校 她应该也能考上中专大专以上 人生就完全不一样 不过还好 一家子能生活在深圳也不遗憾 Scott Wong说 据说 马来西亚气候是热男人 甜点说 洋娃就是文人 喜欢调侃讽刺搞笑的 虽有些是过去式实 但K线思维也称后一阵偏重 包括说企业基本面的问题 根本就不了解企业一概而论 比较天真 我上次刚去玩一周 还是闷热 接送我们的师傅说 空调360天都开在地板上翻滚大校 人心向善 说巨贪大多数都是在江湖时代造就的 由于体质惯性 习的任上也有巨贪 但贪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现在依然有人在贪 但机会成本已经大幅升高 整个官场的贪腐情况和江湖时代 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允 杨娃娃 说没有法治 不可能抑制贪腐 纵然是一时减少 很快会残渣泛起 比前一波更厉害 天不万说 老中书 你会在自身企业搞党建文化 用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员工头脑吗 人心向善 说做总比不做好 法治也罢 法治也罢 不是一天能够建立的 首先是要有个建立的环境 一个贪腐遍地的环境下 天上能掉下来个什么法治 甜点说 不是事实 一直在进步中 逐渐完善 先法治慢慢法治 美国另类合法的贪污而已 Scott Wong说 我受不了这样的气候 习惯了四季分明 没法子 Timber One说 富海棠 如果不能百分之百预测 我就不来做期货 Youtube HTTPS 3w.youtube.com 杨娃娃娃说 一直在进步 我咋看不到呢 打住吧 我不想说我身边的个案 我怕怕 出冷汗 人心向上 人心向善 虽然我们并没有办法去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走向 但人总该乐观一些 过度悲观并不能带来什么帮助 由于是长期生在海外的人 你们对国内已经缺乏真实持久的感受 仅通过各种消息所做出的判断是不完整的 杨娃娃说 我远在千里之外 我都怕怕 真的是法治起作用 我闭嘴我 人心向善 说 习的时代在我看来远不值得歌颂 但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 习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中国的希望就在于不断地变 只有变才能带来进步的可能 天不妄说 还得海牙出来说说 人心向善 说 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言论空间 但这个空间是受限制的 仅限于私的领域 公共的言论场是被党严格控制的 如果完全没有言论的空间 那么又哪来的民怨沸腾呢 天不妄说 书生义气 挥齿方求 杨娃娃 说 是啊 是啊 很赞同 这不是来此群换了吗 就是找点鸡鞋打一打 别的抑郁症 六度让我看到光明 我想活在六度里喜极而泣 田点说 现在很多是自我压制不言谈 还是心里担心 我仅有的几个群几乎不谈论 天不妄说 不自由无宁死 太自由就堕落 远在北欧的海牙 会给你发福利吗 杨娃娃 说 不懂 天不妄说 我经常讲 外国人因为他脑筋是一半的 我们脑筋是全的 因为我们有阴有阳 同时要坚固 所以外国人讲话经常讲一半的话 你看 他们最流行的一句话叫 不自由无宁死 现然年轻人都上当 说对对对 就糟糕了 他只讲一半啊 不自由无宁死 还有一半他没有讲 从来没有讲过 那只有中国人懂 一自由就堕落 不自由当然不好 但是太自由更不好 哦 你说有钱多好 这句话也不对 钱是怎么样 钱是不够 很紧张 太多了 很烦恼 刚刚好 最愉快 人心向善 说我们都希望中国变得更好 但着急了只能影响自己的心情 说白了 习也是一个人 我宁可他保持现在的样子 也不要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样子 杨娃娃 说 很正常啊 不自由就没有艾滋病 自由过头了 堕落病就来了 那也要自由 艾滋病总会被攻克的 我拿艾滋病做混 恐怕不当 就那意思 人心向善 说 这话像是难怀紧的调调 天不妄说 曾是强 杨娃娃 说 谁跟你说太自由更不好 一点道理没有 甜点说 你看过他的道德经解读 杨娃娃 说 即使堕落 也要自由 堕落病会被攻克的 天不问说 只觉犯音入耳 老中书 猜猜西老大下一步会干啥 艾滋说 若为自由故 法治也可抛 山野散人 说 现在腐败肯定也有 也很严重 但是在好转的 一方面是因为技术进步 互联网普及 无论是纪委监督 还是民众监督 都比以前更容易 现今交易使用的大量减少 让腐败难度上升了不少 互联网曝光举报也很容易 另一方面是制度也逐渐在完善 官员和民众的整体素质都在提升 以前民众怕事 就想着送钱解决问题 现在各种规章制度逐渐建立 已经大为改善了 2012年前 那个时候的腐败 那才是叹为观止 只不过是没有互联网传播 大多数人不知道而已 之前我在一个大型央企工作 可以公款组织去国外考察调研民意的旅游 当时第一次去了美国 听华人导游讲国内银行大量组织各种参访团 来了之后每天必备茅台酒和中华烟 那些银行官员整天喝得昏天黑地 然后发出差补助 我就拿不住在纽约LV的旗舰店 给老婆买了一个包 那个时候的腐败是从上到下的腐败 体制性的 政府部门办事都要看脸色 要送礼 习上台之后搞反腐 加上克强推的互联网家服务行政府 最多跑一趟等改革 很多政府部门办事都可以网上手机操作了 政府效率大大提高 普通公务员的腐败空间已经大为压缩 国内老百姓的观感是明显提升的 举个例子 不说公务员了 十几年前老师过节是会公开收礼的 医生也感受红包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见了 对于中高层官员的腐败 肯定还是有很多 但也比较隐蔽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 自己不办企业 是难以遇到的 甜点说 事实就是这样 原来饭桌上都是互相分享 哪里哪里可以淘金的 我也曾随朋友去享受过 感觉不舒服 有些单位允许科员私下 拿住宿吃饭单据到单位报销 有趣的是我请客 说开票给他们可以去报销 在地板上翻滚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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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控制就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还不够严格 一步步吧 天不万说 放管服改革 Yaron说 还好吧 没到难忍的程度 杨娃娃 说 所以西方靠宪政法制 结果法律千疮百孔 咱不学这糟粕 咱们靠科制 大数据控制 每个想腐败的小脑袋 这一套 当然西方也永远不会学 一学那就要反 看谁赢吧 咱们的科技用在这儿呢 人家科技不做这个 所以 谁也别笑话谁 哈 都有鲜花和臭大粪 就看谁的鲜花吸引人多呀 开口大笑 老钟 说 看来你不仅武艺高强 嘴皮子功夫 也不可小觑 杨娃娃 说 科制时代 确实不需要律师 大数据 到处摄像头 AI都控制你家 你的每一个行动 犯不犯罪 一科技就知道 都不用律师 不用什么陪审团 检察院 科技档案一条 AI自动判 全世界看我国都跟看外星球似的 实验说 今天跑去看了一下美国海军指导书 正在准备2027年的美中战争 自爱美说 现在哪里还有四级分明 天不妄言说 提前几年布局军工股 田点说 有 墨尔本一天四季戴着微笑眼睛的露齿笑脸 八点好多人就是凭自己一点点所建议想呼平 有时候真应该闭关修炼 六度也算好点 斯科特旺说 悉尼是四季分明吗 田点说 还没住过在地板上翻滚大笑 仔美说 一天四季的地方是越来越多 四季分明的地方越来越少 气候极端化越来越明显 田点说 聪明的人总有聪明说法 而且还对带着微笑眼睛的露齿笑脸 天不妄言说 一年四季如秋的地方有吗 斯科特旺说 贝尔法斯特 天不妄言说 气候和环境可以自我养育成白寿美 零六度说 刚刚加入六度世界 请问 这是何先生在点点今天事里提到的六度聊天区吗 斯科特旺说 是的 天不妄言说 新人要有投名状 零六度说 请问具体投名状是指 福克说 对于美国海军体系的重构 2027年太紧了 不管是舰队和无人机 无人舰艇的作战体系 都需要大量的钱和生产力 别听他的 他一股江湖味 不过您先抱一下三维吧 甜点说 2049吧 足够吗 全平底线W说 我一直想不通老美为傻老说 2027年 按照美国现在的制造能力 时间越往后 越不利 还不如趁着现在有优势 干一账 双方约定在南海炸鱼 Joy Scott Wong说 雷起七星灶 同虎主三江 百开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 零六度说 十分响语和先生探讨 以下关于您对于南部战区司令 吴亚南的一些看法 您说从中部战区司令 调任南部战区市比较少见 所以可见南部战区受到格外重视 但是 这似乎在近今年并不少见 吴亚南 林向阳 县东部战区司令 黄明 县北部战区司令 以及早一点的宋普选 都是将中部战区司令 当作职业跳板而已 不知道何先生怎么看 at 师爷 之前在点点节目里留言过 您可能没有看到 希望这次能得到您的回复 天不万说 蔡霞有话说 中国社科院 从国家级学术殿堂 堕落成肝脏活的谎言机构 YouTube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 UIHealthy 8CA 何总 又咋看 Folk说 现在也不好搞 我们假设呀 仅仅是假设 战场设定在台湾以东 日本以南 的地带 第一道防线 俄罗斯 俄罗斯破烂的海军 第二道防线055 第三道防线 中国的两个航母 杨娃娃 说 回答这些 要收费打赏的呀 Folk说 南海是不会的 全平底线W说 在南海炸鱼啊 看谁炸得多 谁多谁赢啊 Joy Folk说 你是说大黑鱼吗 又不是没炸过 阿弥陀佛 你那里海南 还是别造了 2049 减2024 等于25年 老中那个时候 都85 老和84 您77.34 谁说 从来就是什么 学术机构吧 里面有很多专家 对的学术 这件事是乌龙 这样一道可能再赚了 副院长 级别的也可能 Folk说 OpenA从微软那儿 没有到钱 苹果这边也悬 股权融资不顺 财务融资 就会更不顺了 实际说 我没有看节目 具体没办法评论 经济学所 也没有一锅端 实际说 只有一个副所长 实际经济问题 这个月 为了丢包 让他先双开 他现在的妻子 是媒体人 可能有人同情他 希望用政治名义 引起观众 可能更复杂 这人谈不上 有妄议之罪 而更新的事 我并不了解 咱们说 不说紧迫些 如何忽悠天下 妈也不论你说 科学家早跟他 分道扬镳 这哪像个新创公司 竟想着捞钱 华尔街的味 重于硅谷 咱们说 你别整天饭些 又悬又黄东西 到这里 妈也不论你说 海军骗国防部呢 河王GXWenery说 老河最近压抑的厉害 说过头了 房地产能用通膨化解掉 就谢天谢地了 最好也是慢慢阴跌 妈也不论你说 今晚听了一耳朵周六八点 严怀这种人不多见 实验说 他跟陈女爷 宋可皇是清华三太子 和文革范江青 河王GXWenery说 农民进城落户 还没看到后续 地方财政怎么搞 高失业率怎么搞 你看新冠突然转弯 这次也是突然转弯 所谓政治新冠病怎么搞 大多数人不服不信息怎么搞 老美打压不让升级 这一切都没看出 能走出什么最好时代 叶青 说 不明白为啥非要2027 不能是26 或是28嘛 思考的脸 河王GXWenery说 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是能想到最好的方法 而不是短期说什么牛市 实验说 进军多少年 斯科特旺说 今天盛平对股市讲得非常好 盛平是多个领域的专家 实验说 分世及俗者的生活质量 比较差 不仅收入较低 还容易抑郁 甚至说明说的 六度解析 20240928 EQ为福利息基 比其为息基 金山 说 没有叫资金和选好个股 也叫不了多少新太阳好 我准备买点上正50ETF 大 实验说 中国经济很可贵的地方 使人们不注意的领域 却可能决定未来的方面 在努力做 有些企业 也许说几十年才猫头 长期战略是大国必不可守的 是未必讨好民众 金山 说 昨天刚咨询上正50怎么买 多少得搞点花生米钱配酒 实验说 炒股的不要 Scott Wong说 为啥 我就在炒 金山 说 不会选股 直接买指数 实验说明白 对于中国而言 积怨已深 必是 鼻鼓作弃 赫王 G Axuanery说 其实全球芯片产业 整个市值没多少 和中国地产 不是一个量级 而事实是当任何行业 被中国学会 绝对利润暴跌 这是规模问题 只是因为被卡脖子厉害 所以大家都在看 所以中国的活路在民间 实验说 没有比股更迅速的工资 赫王G Axuanery说 是内部消费 而不是外贸 因为没有任何国家 能扛住国内生产力 换句话说 必须中国一般老百姓 有体感的生活更好 其他怎么玩都没用 甜点说 刚看下十大持仓 好几个银行保险 每几个看得上 在地板上翻滚大笑 实验说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背景下 刚刚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 很不寻常 华尔街之口 80240928 DU6MAXI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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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爽是因为你娘家是 或者你自己认为 你娘家是骗子小偷垃圾 那还有什么说的 你娘家那样了 你也应该差不多了 甜点说 总结几十年的潮法 客观如实问自己 胜率如何 五十可以继续 如不行就思考未来如何 金山 说 直接买上正五十对不舔哥 是不是简单不费脑子点 反正博他大事往上 我以前在国内没炒过股 Scott Wong说 行政命令不让房价再跌了 能管用吗 金山 说 不是这么简单吧 Scott Wong说 我在看黄照平主持的节目 说这个话题 金山 话就不合常理 行政命令能让得了房价上下 Scott Wong说 政治局下令 房价不准再跌 房地产 中国人资产所系 房市涨跌是正常 中国研究院 胡平 李伟东 冯胜平 黄照平 金山 金山 标题 标题 Scott Wong说 这么高大的节目 也有标题党嫌疑 金山 说 标题夸张点是常态 甜点说 很个性化的 资金 年龄 性格 要求 各不相同 如果相信未来国家有突破的话 以你的年龄 两个不成熟建议 分配不影响生活的资金 当作风投 投两个未来自己看好 不见得就好 的三五个行业龙头 或行业类似独角兽 可以多几个 或者三加二 谁说 九月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一个极为吊诡的革命企业 经济政策过上车 澳道的分析 20240988 SVP50 SFN 甜点说 未来核心资产肯定会走好 肯定的 现在还是便宜 谁说 这个 Scott Wong说 请举例说明 实际说 这文章说 九月已经是中国革命的情意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适合